在排队之前我是特意在车里面坐了半个小时 我就想自己轻车去感受一下 他说的这个零甲全零甲本健康的类似 到底是不是真的 因为我这个毕业了很多年了 如果说这个车内这个甲全或者甲本超标的话 我的估计上去很快就很快就有反应 还好 而且呢就是我在车里面坐了这半个小时 这台新车啊 基本上没有闻到什么新车那种味道 因为他用到了这个吸附技术 所以不仅说没有示范出来 而且他有一些女孩气的应该是做了一个吸附 那么这台车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疾狐的Alpha T5这台车 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外观部分啊 自行灯包括logo 整个外观部分的实现性还是比较强的啊 这个车漆呢不是那么练练的 它是一个哑观的一个车漆 这个是一个选中车漆啊 我今天重点想讲的 就是我今天想过来体验的几个东西 刚才一个是这个关于我个人比较关心的车内气味的问题 刚才我在车里面已经呆了半个小时了啊 这皮纸什么的 新车人摸到的地方基本上都没什么气味 我都可以去闻了一下 很轻微很轻微的这种新的皮纸的味道 在参加他们这个产品交流会的时候 他们说用到了跟中科院合作的研发的一些吸附技术 不仅在选料上它用的是比较环保的东西 而且它会把材料可能释放的一些东西啊 气味都把它吸附掉 所以整个车内的这种气味控制 我觉得是我这个试过的这么多车里面 我个人觉得啊做的比较好的 除了没气味 它的空调滤性和空调风调里面 都增加了灭菌杀菌功能 所以整个车内它可以是一个比较健康的空气环境 尤其对于家里面老人和小孩经常乘坐车子的这种情况来说 我觉得是比较友好的啊 第二呢就是作为家人的这个舒适程度啊 在十几万这个区间里面 其实现在他们制度品牌已经坐得很舒服了 大屏就不用说了 现在是8155芯片啊 而且整个系统呢我试了一下也都比较流畅 像常用的推科音乐啊高的地图啊电话 这些东西基本上全部都有了 在智能化这块呢 它的可编成智能座场提供了一系列的模式 你比如说小气模式啊 它能够播放白噪音 然后呢你可以在车内休息 这个时候它会把你空调啊音乐啊 给你调到你需要的这么一个状态 其实呢它还配别了L2级别的驾驶辅助 对于这个长途驾驶来说 它能够减轻长途驾驶的疲劳性 在用料上除了黄宝之外呢 它基本上都做了这个软性材质的一些包裹 而且座椅的沉托性还不错 看我这个座室啊 后排比前排舒服啊 因为它后排这个座椅的靠背比较斜 而且呢整个座椅前半段比较柔软 然后后半段它的沉托性呢 啊又还比较好 所以整个座椅确实还比较舒服 像我这个体格的话 这空间是非常宽的 接近车内都可以这个敲二男腿的这个状态 像这个后排整个这个电台存平的 所以整个后排 那你要是记得坐三个人的话 包括中间这个位置也不难受 几乎αT5这次看起来这个不大 比AES看起来好像大那么一点点啊 而且轴距达到了这个2米845 所以这个后排空间还是表现的不错 我估摸的可能 尾线空间就被压缩了 我们看一下啊 还可以啊 这时间出乎我意料了 就我觉得可能这个尾线空间被压缩 但实际上这个尾线空间 对于我们日常家用的这个空间 其实已经可以了啊 所以整体从家用的这个空间上来说 这些空间对于大多数普通价钱 其实是够用的 大家关心的现在的到底是这个400V 800V这个问题呢 啊 它现在呢 这个 MAX版本 就660公里的MAX版本 用的是这个 800V平台 然后呢 520公里的那些版本 用的是这个400V平台 但是 400V的平台呢 我刚才 问了一些 电里这边的 他们说他们的这个400V 可以达到100多千瓦的这个 充电速率 其实呢 在大家关心的安全这块啊 它的车身电池是一体化技术 所以呢 它的扭转杆度达到了4万多 而且高强度杆和铝合金的占比 达到了81% 今年过半年 比较离开了掀桌子之后呢 呃 几乎这边 他们这个价格呢 也下调了这个2万5 它的这个520的L版本 就是155万5千8的 其实到了13万零八了 然后 660公里的MAX版本呢 也到了这个17万4千8 也就是18万以内 加个工作税 其实基本上 18万 就能把它这个干下来 所以整体来说这个 在20万以内 17万这个区间 这个SUV里面 其实几乎ABA T5 现在这个优惠25之后 它的这个产品力还可以了 我觉得啊 这款车比较打动我的 就是这个车内气味的控制 对于这种这个气味也好 这个无脑物控制的事情来好 不好这个宣传 它怎么让你感知到 感知不到 就像这个底盘一样 你不去试驾 你不去提问 你感知不到 所以呢 如果大家这个预算 现在在这个13到这个18万这个区间 你考虑这个存电这个SUV的话 其实在这个区间 可以到电来自己来体会一下 来看一下